2月3号,农历大年初一,大于大敌派,节制的喜庆气氛,万家团圆的日子里,还有许多劳动者在辛勤工作。 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市领导张轩和世忠马正齐一道,抗望慰问节制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送去新春的祝福。 平安是百姓欢乐祥和过年的保障,节日期间的治安状况如何,是市领导首先关心的事。 一大早,薄熙来一行,来到江北商圈交寻警平台。 薄熙来详细了解节日接警处警情况,公安局的同志汇报说,平台24小时全天候直勤,严密监控烟花爆竹定点燃放情况,确保除夕夜万无一失,保障节日期间的平安稳定。 你们呢,这时候,一些市民挤了进来,为交寻警送上热气腾腾的汤圆。 来来来,你们吃,老百姓这些食器给您,来来来来。 你们辛苦了 我们在社区 带了那个工业 刚好 刚好 我们也要邀请起来 我们也要给你了 对 早上那些 家业班那些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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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平台建起来 你们反应怎么样 对啊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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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重庆啊 大家努力啊 要给建好 这个昨天晚上啊 我们坐上那一圈 还要再加大一点啊 不错 不错 争取啊 这个到国庆节的时候弄得更好一点 德西兰玉琴来到红旗河沟派出所 大家春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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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国节好 你好 新年好 新年好 代表市委市政府给大家来拜年 祝贺春节 新春愉快 好 全城的市民啊 大家欢度春节 但同志们还坚守岗位 我觉得这是大家伙的光荣 这个能够为全体市民啊 这个来多加点班 多服点雾 这个我们心里更踏实 更暖和 党员先锋港内 三位胸配党旗标志的年轻民警正埋头工作 薄熙来关切的问道 大家过年吃饺子了吗 看春晚没有 听说有民警的家在外地 他还不忘叮嘱 过节了 不能在爹妈身边尽孝 也得打个电话报声平安 他还特别嘱咐公安局的同志 一定要关心照顾好民警的生活 让他们在辛勤工作的同时 也能过上一个有滋有味的春节 派出所内 一对在外地务工的夫妻因身份证遗失 正在窗口补办 节日的电力燃气供应和韵力保障 是让全市人民过好年的大事 薄熙来对此十分关心 在重庆燃气集团 薄熙来向节日加班的一线职工问好 当得知重庆的工气水平年年攀升 薄熙来高兴的对大家说 重庆这些年来有很大发展 其中就有你们的贡献 希望你们干干净净平平安安公气 让市民开开心心暖暖和和过节 他还不忘叮嘱公司负责人说 燃气公司年轻人不少 一定要照顾好小朋友们的学习和生活 鼓励年轻人在新的一年 努力学习多读经典不断进步 在市电力公司将北宫电局 电力系统负责人向薄熙来汇报 电力人放弃休假 全力保障全市节日供电 薄熙来一边点头赞许一边叮嘱说 一定要让加班职工吃上热的汤圆和水饺 还要尽量安排出时间 让大家都能常回家看看 感受清晴的温暖 电力抢修队是清一色的小伙子 其中不少人还是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大家过节好 小伙子们过节好啊 我们一块代表市委市政府给大家拜年 大家春节好 虽然大家牺牲了休息春节假期 但是呢 非常光荣 随时 待命 来这个 为这个全市啊 这个供电安全 来这个 做出奉献 只要是有需要 一声令下 冲得上去 拿得下来 为 咱们这个大重庆啊 做出贡献 大年初一的龙头四汽车客运站 春运前期的高峰刚刚消退 连续工作多天的售票员还带着疲惫 看到博书记来了 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 不少旅客隔着售票窗口 向博书记挥手致意 薄熙来向大家频频拱手 送上新春祝福 大家好 博书记 大家好 我先买票快给大家玩笑 客运站负责人汇报了春运高峰工作情况 薄熙来说 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 但工作不能超过体力极限 要合理安排值班时间 让一线职工都能轮休 在紧张工作之余 也能抽出时间和家人团聚 希望大家出色完成春运任务 让旅客们平平安安回家 开开心心过年